接下来那么民进党还有绿营的人士支持者会怎么样来看待整个事情呢 民进党前立委林卓水就说了 那么陈水扁这个人已经是边缘化了 无论是积压与否呢对党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谁都别想要再操动陈水扁得到好处 那么党内副秘书长洪耀胡也说了 据他所观察现在的确有不少人呢 是已经不太有人来谈这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那么陈水扁这个人现在已经在民进党边缘化了